警方敲开玻璃大门 进入炸气机防压制炸团成员 及查扣相关证物 还有破门攻坚瓦解黑帮组织 及北中南搜索查扣非法枪支 及改造工厂 为了维护选前治安 警政署全国同步进行 竖枪扫黑及打炸行动专案 动员八千多名警力 在专案期间破获多个帮派组织 逮捕412人 查获87支非法枪支 及改造工厂等 我们针对这一波的 等于是枪械工厂部分 立架工厂部分 查获有7处 查获的案件有56件 有87支的非法枪械 我们看到现场有部分的枪械 另外我们的这些部分 我们有获获70件 查获的人数有412个人 那在这个他们方派滥雨为生活动 经常活动的 或者是这个为室的处所 大概有2354处 针对影响国人生活的诈骗犯罪 刑事局方面也透过情知研判分析 在专案期间破获炸漆水防六间 急于处炸漆机房 并逮捕炸团成员 专案小组织结合我们的 侦查跟我们的业务部分 来做一个这个情知的分析 那这一次情知分析 我们这一期大概将近有10件的情知 那我们刚刚听到 我们各外情队也有根据我们这些情知呢 有查获了这个有6处的水防 有一处的机防 查获的这个炸漆案件 有277件 那有1565个人 那查获的不动产大概有9处 那查获的新台币大概有18000多万 还有其他的车辆大概16辆 在破获的277件诈骗案中 以假投资约200件最多 刑事局方面特别说明诈骗集团的手法 提醒民众注意避免受骗上当 他会在网路社群上面来投放假投资的广告 那并且投标榜保证破例不赚不黑 那等到被害人点击了这个广告之后 那再将被害人加入LINE的好友 那再来加入这个群组当中 并且在群组当中来做投资的教学 还有分享标准破例的一个情形 那等到被害人有所心动之后 在右边被害人来远检下载这个假投资的APP 那接下来再指示被害人将所要投资的这个款项 交给前来面交的车手或者是汇款到指定的这个账户 那么这个时候被害人他很难不知自己已经受骗 刑事局长周又为表示警方除了持续速枪扫黑打炸 并利用各行政措施结合相关政府部门从源头拦阻犯罪 同时推动修正枪炮弹药管制条例 纳管模拟枪子弹零件 增定工蓝开枪刑罚 阻断不法改造枪械及缩使开枪行为 以有效维护社会治安 记者张琪辰参访报导